哈囉大家好 我是《谷毒巡路》的張曉仁 大家好 那今天呢 客人帶來這款 很漂亮的 應該是爪蛙吧 Bogger爪蛙那一類的 因為它的葉子顯然很寬 手也很漂亮 那他今天要拆這些側牙下來 那順便把母豬也拆下來 增加背板的戒指 因為他也發現說 這個背板戒指太少了 側牙都擠在一堆 很麻煩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原本的上法 他是用釘槍 釘槍打線的 所以這個會比較 麻煩一點點 好那我們就開始處理吧 首先你要先把全部的線剪掉 然後再慢慢的把牙豬傾上來 那其實在用這個的時候 也都會碰到一些小障礙就是說 那其實在用這個的時候 因為那側牙 會蓋到那個點去 所以 有時候要出動美工刀去割裡面的線 而其實也不是說很好割啦 因為你也看不到 你就是盲割靠感覺這樣子 用釘槍上板速度很快 但是 對後面的要整理來說 是一件很困擾的事情 尤其之後把它拆下來的時候 所以比較不建議大家用釘槍上板 那基本上你把線基本上都分離完以後 分開完以後呢 要開始看看它水苔可不可以移動起來 不能移的話你拿一隻貼刺 然後順著它 這樣插進去 做一個根部 根部斷法的動作 就是把根部啊 跟下面的 板子一起 分離 那你可以順便檢查說 它周圍 的線有沒有全部除掉 沒有的話再除掉 不是 那不是 你自己能夠讓人知道 你自己也要看 我自己是 擔心 我會把 你自己也要看 我會把 所以 我會把 我會把 你 我會把 我會把 你 就是這樣 慢慢的把它插一圈下來 然後看看母豬可不可以移動 OK可以 那這裡一定 這裡一定還有一個連接點沒有切 但因為它側牙還可以 這我們要小小心的 小小心的把它拿起來 看看它的線電在哪裡 OK 那這樣就是一個完美的截取它 喔 還有線還有線還有線 完美的把它截取起來了 不要破壞到全部的側牙 那我們先把它放在旁邊 我們還有一個後續的動作要來做 因為這個板子還要重複使用 不要特賊 還可以用的東西 至少留著 那我們就是把上面的釘子拔下來 不要偷懶 不要忘記這個步驟 這樣子改天你在鑽螺絲 還是在幹嘛的時候 比較不會說傷到手 還是緊張 這個應該是在秋大那裡買的吧 這個應該是在秋大那裡買的吧 這手法超像秋大的作風 好 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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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基本上這樣子這個背板就算整理乾淨 所以說下次背板啊 你如果先做兩個點而已這樣就很好再拆 你是不是再拆這樣很順 不會這樣子 所以冰箱是快速啦 快速上板 但是對後續來說是很慢的一個 因為你要整理的時候會很麻煩 各有優缺點各有好壞 就把冰箱收好不然等一下扎到手 那接下來背板就是做個打洞的動作 通風打洞 就修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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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 就修正式 然後 好 靠 對 水 那你記得打動完以後不要用手去把它堆掉 善用你身邊的工具 因為它會痠痠 所以不要這樣 善用你的工具 然後用斜口錢 把那個毛毛的地方都把它修掉 這樣才不會扎到手 那這塊板子它以前應該是有烤黑的 看這個顏色它以前是烤黑的板子 所以等一下我們也是幫它再烤一次顏色 尤其是背面這些痠痠的 你一定要把它剪掉 這樣才不會傷到手 拿的時候才不會傷到手 好等一下將背板烤一下顏色 就可以把植株開始分離 測牙跟媽媽分那麼開 那就第一步到這裡喔 掰掰